我们来看一下262的那个异形伞 哇 你这个好重 这个好重 这个二多五斤的 你这个好重 哎呀 来 262这个伞 这个好重 这个好重 这个就没事了 就是我会给它扣住 这是一根腿袋 主要是防止它开江头伞的时候 人从江头伞里面突溜出去 哦 一拉这个就开了 对 它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咋是您拉 这个地方 侧过来 我一拉它就开了呀 急救伞的 对对对 对对 哇 哈哈 哇 哈哈哈 哇 这样子的 哈哈哈 哇 就没了 又是拉坏了 就断了 这个这个是要拉出来的 这是手动操纵的 对 那个机器的那个 让伞 大家看一下 哦 哇 这么长的尾巴呀 然后这个里边是那个打开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伞 你们都没见过222的尾巴呀 哈哈 我的尾巴能保护 这下转了尾巴嘞 哇 哇 哦 说这个小伞是干啥嘞 这个小伞是引导伞 它是一根弹簧 一弹出来之后 风从下面进去 然后上面是不透风的 它就形成了一个降落伞 哦 然后降落伞呢 它就会有阻力 然后它是还是自由落体时候 降落伞就会一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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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的主伞给拉出来 哦 对 它是负责拉伞的 对 哦 这个意思 那上面没有任何氧气什么的吗 可以安装氧气 比如说这边是安装对氧机的 然后这边可以加一些 这些个是什么 这是那个自动 这个是自动开伞机 自动开伞机 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没见过这玩意 啊自动开伞机 对 这儿是 好先进 关上 这是打开 哦 这里可以调节您开伞的最低的高度是多少 哦 一旦到这个高度 您还没有手动开伞的话 它会自动 你这是外国的 对是 对是外国的自动 哇 你们赶紧研一研究 美国的 赶紧研一研究 你们科研部门的 那它的任务就是自动测高 那像你实际应用 你更多的是用它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么老式的机械式的 我们用的是电子的 电子的呢 在这根绳 这个插销下面这个绳的地方 有一个雷管 它雷管 把那根绳炸断了 然后就等于是 和把插销拔出来是一样的原理 以前二战的时候 张老师您知道 二战的时候 有很多美国散兵在诺曼底登陆完了之后 拿了那个将冬伞回家做婚纱 因为那个时候的将冬伞 2015年 一位法国动作影星 来到新雷所在的散兵突击队 用近半年的时间 记录了真实的训练和执行任务过程 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 您可以观赏这部50分钟的精彩纪录片 由新磊为您翻译 片中还能找到它的身影